屏東墾丁的船帆石一带 今天清晨是大停電 台電貨爆之後趕到現場來進行查修 台電人員抵達現場巡查 在鵝鑾鼻的一處電線桿附近 發現了一隻猴子遭到電死 因為觸電而導致停電 受到影響的用戶大約有417戶 停電時間大約從上午的6點半開始 經過了台電努力搶修之後 終於在7點半左右全數復電 當地的居民是相當不滿 表示這已經是第六次停電了 還好這次的停電時間並沒有太長